宇哥我是恩比德熊米 他今年终于有望获得MVP 可否花上两句并送上对他的救赛祝福 恩比德熊米祝福这个恩比德 今年终于有望获得MVP 这不是有望了 现在已经是板上领顶 因为现在这个票选呢 谁有资格你投完票之后都可以对待公海的 那不是说你必须得是掩人不放 都可以对待公事的 所以现在就具体已经公事结果的 这些媒体人呢 70%第一选票都给恩比德了 只有少数 比如说之前那个谁 这些雷提克 他把第一选票投给谁 投给字母 说他这个雷提克也是个蠢货 就这种人 要不怎么说这种人不值钱呢 怎么得展现你公正性啊 展现你公正性 你给恩比德也没什么错 那恩比德今年打的场次本身也多 而且呢 扛着霸佬球队一直以来 铿锵前行 整体表现战绩这块 维持的也是东部前世 表现本身就好 而且之前两年陪跑了 于情于礼都该给恩比德了 结果雷提克作为恩比德 之前的一个前队友 他俩的前队友 在找雷提克那会儿 在非能球人效力过 结果呢 被撤了一把恩比德 他作为一个媒体人 尤其又是前球员出身的 知名媒体人 在投票之前呢 他就已经跟对外讲了 我第一选票给谁 这人就有点恶心了 已经是属于是 替字母哥摇起闹喊 反而呢 是背弃了之前 自己并肩作战的 好友了 恩比德肯定今后不会说 放过这个雷提克的 这就是什么呢 关键时刻 谁都想要 你看恩比德 接受媒体采访 他不也说吗 我之前如果说我讲过 对于MVP 这事我不在乎的话 只能讲 现在我说实话 那我也是在说谎 联赛当中 没有人不在乎 常委是MVP 因为恩比德 当时跟那个主持人 互相这些言语之间 明显流露出一种什么呢 这是联赛当中第一大奖啊 谁拿了之后呢 简直风头一时无两 谁能 就是那么轻视该讲相呢 所以恩比德当时 对这个奖项拿奖之后啊 那样一种喜悦 一颜言表 对于拿到这个奖 最终苦尽甘来 如同西天取经一般 最终求得真净呢 能够让自己 基身为历史超级技情行列 恩比德也是欣喜若狂 恩比德呀 所以祝福恩比德吧 希望他接下来 这个能率队啊 今年干净 起码分区决赛 突破第二轮是一个最大障碍 如果能通通破第二轮 有可能剑子中冠军 就看第二轮了 能不能打得过卡尔克特人 能打过 那我就挺看好 费成最终能夺冠 打不过那就不行 感谢观看